尿素蛋 尿素蛋是由蛋白的代谢中末产物产生的 它主要是由于NH3和CO2 也就是二氧化碳和氨 在肝脏合成的 形成血尿素蛋 血尿素蛋主要经过肾脏排泄 肾小管重吸收 当肾小管内的尿流速增加时 尿素蛋的排泄就增加了 尿素和鸡肝的比值是一比十 当出现肾缺血等表现时 它的比值会增高 当出现低蛋白饮食和肝脏疾病时 尿素的水平会降低 好 谢谢收看